最佳時機 如果說你看你用雲端 就是說我們剛剛講的 如果檔案不小心刪掉之後 最佳時機 我知道就是在我們一般的電腦 最佳時機就是當下 哈哈哈哈 因為當下找回來機率是最高的 但是你隔的時間越久 就是機會越渺茫這樣子 有工具軟體可以找 當然你要付費找外面的那個廠商也有人家專門在做資料救援的 免費的哪一次最好用 免費的有幾支 你如果有興趣可以到我的那個免費軟體下載這裡 我裡面有一區是檔案工具 哈哈哈哈 對對對 好OK那我們來看一下這是雲端硬碟的部分 平常如果各位只有把雲端硬碟當 隨身碟來用 真的是太可惜了一點 因為 我相信各位一定都有 就是 不是那種就是刪除檔案喔 而是說 我改了這個檔案之後 哇發現糟糕我改錯了 檔案還在喔你沒有刪掉 可是因為你改錯了嘛 你又存檔了 然後呢又把什麼 視窗關閉了 比如說你打開Word 那你編輯完了之後 也通通關掉也存檔了 啊才發現糟糕剛剛改錯了 請問你會怎麼做 找隻小狗 為什麼你剛剛都是你的錯 害我 想要改 不能遷入別人嘛對不對 自己 下手的嘛 人是厲害 所以你要自己想辦法救回來對不對 但是呢在雲端上就不用這樣子 他有所謂的歷史記錄 還有一個 如果平常你們用雲端硬碟 把檔案跟別人分享之後 後來發現說 我有傳一個新版本 就是我 資料我改過了 有新版本 平常各位都怎麼做 就在共用 再傳上去 然後再共用一個 然後再請他說 前一封 擦掉擦掉 不算不算 以這一封為主 有沒有我們常常看到那個有的郵件表 以這一封為主 前一封不要管他 不然就標日期顯示 這樣不會很麻煩嗎 萬一他不小心沒看到這一封 他就拿上一封的 你是不是要怪他 為什麼你沒有看 前一封不算 那一個 所以呢 歷史記錄 跟我們現在講的是有點關係的 就是說其實 如果你有新版本 你不需要刪掉那個檔案 也不用給他新的連結 其實你舊的連結還是可以繼續用 真的 我們來一起看看好不好 我們先看一下所謂歷史版本 歷史版本有分幾個 你看 我上面有寫 有兩個 這個部分 好 原來我們還沒廣播 這裡 有分兩個部分 我們雲端硬碟 Google雲端硬碟有分兩種 一種是有轉換成Google文件 Google文件就是我一般office嘛 對不對 就是那個Google文件 Google的試算表 那另外 大家比較常用就是沒有轉換的 有沒有 就是即使我是office欄案 可是我放上去 我是只看不編的 如果你沒有轉換成Google文件 就只能看而已 不能編輯 等於說隨身碟一樣 我就傳給你 你就下載 就這樣子而已 這兩個都有所謂的那個歷史紀錄 都歷史紀錄 如果呢 你是屬於 你是屬於 就是那個 已經轉換成Google文件的 你到這邊來的時候 他也要查看 修的版本紀錄 找到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你 什麼時候做的編輯 然後呢 因為你有轉換成Google文件 所以還可以怎麼樣 比較一下兩個到底 差別在哪裡 你改到哪裡 甚至如果你有跟別人共用 比如說 那是他改的 然後上面的紀錄是誰改的 這樣有沒有比較容易抓到兇手 大部分大家都是自己而已 所以都是 通常兇手都是你 這樣了解嗎 好那如果呢 你沒有轉換的話 也可以喔 沒有轉換一樣 在這裡 我看一下 這裡 你看這是未轉換的 你可以在那個檔案的 按 上面按右鍵 有沒有叫管理版本 等一下我再拿我的文件給你看 我們先看畫面 這裡 有沒有看到這裡面好幾個版本 你可以選擇直接下載 或者怎麼樣 我現在有更新的 直接上傳新版本就好了 你了解那概念了嗎 也就是我給你共用的那個連結都不用變 還是原來那一個 可是因為我在這邊我可以看得到 我什麼時候改過 我就重新傳一個版本上去就好了 還是同一個檔案 這樣清楚 那麼如果你想要怎麼樣 把它換回 舊的版本 你就像這樣 按永久保存就好了 他就會忽略其他的 就忽略其他的 那如果你是 已經轉換成Google文件的 他在這邊 有沒有一個還原回此版本 這裡要有編輯的紀錄 這樣你了解那個概念了嗎 所以我們來試看看好不好 你看我 進到這邊來 好 這裡 都只有一個 但是沒關係 我先按右鍵 假設我針對這個 這個 沒有Google文件的問題嗎 因為是影片啊 所以你按右鍵有沒有一個叫做 檔管理版本 好所以如果你沒有轉換成 我們講的Google文件的話 就是像這樣 這個版本不對 我直接上傳新版本 你就可以直接選你的新的檔案 即使內容跟你舊的完全 沒有關係都沒關係 這樣你了解嗎 反正你看你是哪個檔案 反正我就傳錯了 可是我連結不想要換 這樣清楚那個概念 好 那如果有變成Google文件的 比如說你看 像我有加信號 這裡有一個 按右鍵 這個是叫做Google表單 要點進去看 要點進去看才有 沒有 Google表單沒有這個功能 只有Google文件 包括那個文件啊 就Word 然後簡報跟那個Excel 表單部分沒有 表單部分沒有 這樣 到這樣了解那個意思 所以你可以就是透過我剛剛那波羅的畫面 那剛剛同學提到 雲端內櫃帶有多大 預設如果您的帳號 是一般的Gmail帳號 是15G 但是我記得中正是沒有Google代管信箱 你剛才那個可以點給 那個大哥看 這裡 我知道 沒關係這個我等一下 來這裡 我本來有一題要考你們這個 可是因為 我們學校沒有 對我們中正沒有 所以你就 沒有這個問題 中正沒有代管信箱嗎 對中正好像沒有Google代管信箱 我今天有在特別查一下 計算中心那邊 好像沒有 那像我們學校或南華 他們都有這個Google代管信箱 就是網域還是學校的 可是你登錄的介面都是用Google進去 那這樣是空間無限 只有差15G跟無限這樣子而已 這樣了解 所以我上禮拜去他們那邊講 這叫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那他會不會說因為你的工作異動或者是 不會啊 除非學校不晚了 就是收起來的 那網域就沒有了 假設我的意思 或者是換到別人再回去了 那就看他要不要把你的帳號停掉啊 對啊 但是他那個是不佔學校資源的 也就是說 我們學校只有負責就是 開帳號給你 剩下的那些服務 那些空間 通通都是來自於Google 提供的這樣子 那假設我自己原來有用我私人的 帳號去申請Google的信箱 對那還是15G 學校 嗯 那你把你如果是做雲端硬碟 可以彼此共用 對你可以在學校那一端開個共用資料夾 那你可以把這個資料夾跟你的原本的Gmail信箱 做共用 那你丟到那個資料夾的時候就等於是用學校的那個 空間 不會不會 不會 就是有兩個帳戶啦 對你還是有兩個帳戶 當然如果你沒有學校的那個 就是無限空間 所以有些人會怎麼樣 申請好幾個Gmail信箱嘛 那就把它集中起來 這樣也會多很多啦 當然其實我還是蠻鼓勵各位 其實如果你真的喜歡用 可以考慮用付費的 像我現在是用100G的 一個月好像是1.99 美金 就是還在可接收範圍這樣子 你可以參考啦 就你就不用 就去到處蒐集 Gmail帳號嘛 然後在那邊 搞不清楚這是哪個帳號的 就是 這個是屬於付費的啦 1.99的便宜 但是要看人啊 有的人想付費 有的人不想付費啊 嘿嘿 這樣您大概了解那個意思 所以 您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試看看 好不好 好 這給您參考 那 剩下一點點時間 其實還有 我們剛剛還有一個 沒有跟各位介紹 是 YouTube影片這邊 這邊要下載 這段我到這邊